天灵灵对你们通通施魔咒 任何看过魔术表演的人都可能会认为 自己真的相信这些人是在霍格华兹学习的 啊 你现在知道这些障眼法其实没什么神奇的了 除了它给你的感觉 但是 嘿 下次你要是看到这些魔术 就会知道那些烟雾和镜子下的秘密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一 撕毁的钞票 当大卫·科伯菲尔将一支铅笔直接穿过一位观众的一百美金钞票时 嗯 我想那家伙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但是 当然了 它的钞票没有问题 这个技巧是用一种特殊的小机关来完成的 它可以划到铅笔后端的橡皮撒上 它得是相同的颜色 这样才能完美地瞒天过海 你要先把钞票沿着铅笔折起来 用手指按住这个小机关 然后把铅笔拿出来 和观众聊天 转移它们的注意力等等 然后将它重新放到钞票后面的小机关中 于是 此时 钞票变在铅笔和小机关之间 最后把铅笔划下来 它看起来就会像是直接穿过钞票一样 哇哦 二 消失的玻璃杯 桌上有一个玻璃杯 上面覆盖着一块手帕 然后 玻璃杯被举起来 抛向空中 哇哦哦 等等得有人来收拾残局了 接着 手帕掉到桌上 而玻璃杯却不见了 你知道该怎么将玻璃杯变不见吗 很简单 手帕里有一个隐藏的金属环 让人产生下面有玻璃杯的幻觉 至于玻璃杯本身 魔术师早就已经把它划进桌上的秘密凹洞里了 三 签名卡片 魔术师给观众一张卡片 请它们在上面签名 接着 它把它撕成四份 但是 你瞧 它神奇地把签了名的卡片拿了出来 你看看 完全没事哦 这着实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 同样的 这都只是巧妙的伎俩罢了 魔术师是事先把折叠好的卡片藏在袖子里的 然后 在适当的时候用观众的卡片替换掉 再把卡片撕成碎片 当然 在那之后 它才会把真正的签过名的卡片 完好无缺地拿出来 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展示 四 用一美金变出一百美金 我想 我们都真的想做 哎呀 抱歉 魔术师先把一张一百美金的钞票折起来 折到很小 小的可以塞进中指后面 当它把这一百美金藏起来 并展示一美金钞票的时候 狡猾地把它划过去 直到它藏在另一张钞票的左上角 然后 像折一百美金钞票那样 将一美金钞票折好 并把一百美金钞票藏在一美金钞票下 最后 施点魔咒 换边 将一美金钞票划到手指后面 展开一百美金钞票 就是这样 五 从帽子里变出兔子 波尔温克 嘿 洛基 看看我 算了 老把戏了 其实 有三种方法可以把兔子藏起来 然后再在欢呼声中 把它从你的礼帽里拿出来 你知道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你是谁的地方 总之 这三个地方是 在桌子的隐藏隔间里 当魔术师把礼帽放在桌子上时 他得确实地把洞盖上 帽子里 帽子里有一个开口 以防止兔子掉出来 挂在桌边的帆布包里 它被一条长长的桌布完美地盖住了 所以你看不见它 当魔术师向观众展示帽子空空如也的时候 兔子便藏在桌子下 最难的部分是要趁观众没注意到时 把兔子从袋子里拿出来 放入帽子中 熟能生巧咯 六 人体切割 你可能会以为里面的女人被切成了三个部分 但是其实是因为她的身体被藏起来了 所以才有这样的效果 这个戏法能否成功 取决于助手的身体柔软度 她的主要任务 是将自己的身体良好的在这些隔间里活动 以让她的手 脸和脚 看起来就像她直立着面对观众一样 哎呦 我的背和膝盖可受不了 七 迈克杰克森的反重力倾斜 是的 这位似乎适合万有眼力唱反调的流行音乐之王 以她著名的45度全身倾斜舞步令我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她的音乐也许的确有魔力 但这个把戏可没有呢 秘密始终藏在她的鞋子里 她鞋子的鞋跟上有着可以和地板上的小金属相连接的洞 这双鞋内还有坚固的支撑架往上支撑着她的腿 但还是需要天赋才能让一切显得完美 你可以在这里置入你的犯罪高手 双关羽 八 穿过镜子 要揭穿这个把戏 你可以请魔术师穿过一面普通的镜子 比如说就在你家大厅里 我赌她会想出一些借口拒绝的 这是因为她需要中间有切口的特殊荧幕 这个附在镜子后面的荧幕有两个隐藏的镜板 这种结构使她的助手可以把原本的镜子移到一边 并用那两块镜板做替换 这样她就可以爬过去了 魔术的最后助手再把原本的镜子放回原位 九 挣脱手铐 胡迪尼一生都在研究各式各样的锁 并且对手铐有着广博的知识 她一眼就能猜出哪把钥匙能解哪把手铐 后来她发明了一种可以用肘部转动的特殊腰带 这条腰带的口袋里有各种不同款式手铐的钥匙 但某些手铐并不需要钥匙 只要把它撞向坚硬表面就可以解开了 另一种则得用特殊的金属环才能打开 十 在水底挣脱锁链 这是胡迪尼的另一个惊人壮举 这位伟大的魔术师有一个特殊的水族箱 是为此像魔术而创造 且有专利权保护的 首先 胡迪尼的手腕和小腿被链子拴住 而后 它慢慢潜入装满水的水箱 箱子由帘子所遮住 几分钟后 胡迪尼便会神奇地从帘子后面出现 首先 密室的特殊设计是这个魔术的关键 由于它的身体会将一些水给排出去 这在水箱里形成了一个空气区域 其次 胡迪尼无以伦比的技巧也发挥了作用 魔术师的任务是绷紧神经 挣脱锁链 然后离开水中 这项魔术确实很不可思议 至今仍在世界各地上演 但 若你附近有这样一个大型水箱 还是千万别在家尝试这个戏法 好吗 十一 剧断人体魔术 这大概就像帽子里的兔子一样具有相当的标志性 观众们看到魔术师的助手爬进桌上的大盒子里 当盒子关上 你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头和脚 从前后两端伸出来 然后 巨型巨子上场咯 哦 真恐怖 当你试着从手指尖窥看演出时 你看不到的是 那些脚其实不是它的 盒子下面还有第二个助手把脚伸在外面 第一个助手将自己的脚向胸部缩 与总算松了口气 十二 连接环 魔术师首先会向你展示 他所要使用的金属环是完全实心的 他甚至可能会让一位观众仔细检查一下 一瞬间 他却不知怎么办到的 竟能将其中的两个勾在一起 然后再神奇地将之分开 真惊人 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真的是一个巧妙的戏法 因为其中一个环上有个小缺口 他得把它好好藏在手里 关键从来都是手 千万要好好注意啊 十三 消失的自由女神像 大卫·科波菲尔最大最不可思议的魔术之一 就是他竟让自由女神在人群眼前消失 自由女神被藏在一块帆布下 当帆布掉下来的时候 他就不见了 几分钟后 自由女神又回到了他的位置 那么要如何才能使一座300英尺高的雕像 在现场观众面前消失呢 嗯 就像一个真正的魔术师一样 科波菲尔从未透露过他的秘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合理的猜测了 这一定和灯光有关 在帆布落下之前 雕像里面的灯已经都关掉了 他们还点亮了岛上两盏非常亮的灯 大概是那两盏灯亮得令观众暂时失明了 毕竟当时是晚上 所以观众的眼睛大概也没时间适应 还有另外两种理论 或者可以这样说 也许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这项魔术 观众自己不知道 但他们的座位其实是在一座巨大的旋转台上 在布连鱼一开始升起后 平台便会慢慢地旋转 直到雕像离开观众的视线 而怀疑论者认为根本没有什么魔术 他们说观众不过是演员 其他的东西都是那种 可以员现任何事物的电影效果而已 好吧 我想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没关系的 这些魔术中 你最想亲眼观赏的是哪一个呢 请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吧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一些新东西 请给这部影片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吧 但是 嘿 等等 先别急着带着你那被剧成一半的兔子 穿过镜子消失 我们还有超过两千部有趣的影片 等你观赏呢 你只需要点击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然后消失不见 不 没有了 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吧